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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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制造一个理想的对手 可以第一条选择 深水埗的楼管种类百多 其实要找一些小型的电子单位都有很多选择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九龙核心地段 深水埗宇宙街的单位King's Cube King's Cube是位于宇宙大厦的其中一个单位 而为了折扣市场的需要 宇宙大厦很有机会改名成为宇宙门堡 这边的厨厦都穿着礼服为主 尽兴起其他的身份 King's Cube的单位种类百多 分别有大阳单位 商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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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公多人住的单位都有 有个部分更加是节油独烂烂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个面积是16.4平方尺的单人单位 房间市政的设计非常方便加市办房 没有走落位没有柱位实用率高达100% 相比其他统区的单位实属案件 地板真是采用仿欧洲木能料组成高贵内容 室内放置了不少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进显文化气息 室内也有绿化空间 绿化比例比一般市区总共 房间设有独立冷气 另一个特色就是有全天候四季大厂 住客可以一边奔赏红酒 一边欣赏四季的不同景色 窗台采用了国际顶级的用料造成 为善用室外空间 窗台更加是使用延伸式设计 形成为桌面之用 而为了保持房间的清洁 洗手间比辞于房间外面的公用空间 方便住客使用 刚才的单位只做参考 到真正中用的时候 我们会以这个单位来作准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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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条片 其实本身的作品有几部份 会看到一个大型的布景板 刚才看到那条片 还有一个售楼的宣传站张 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个 好像楼盘广告的作品出现了呢 其实我在过程中想在我们城市里面 如何才是一个理想的生活空间 就发现很多楼盘广告 正在尝试制造一个理想生活的想像 就开始研究这种语言 发现他们真的有一套模式 首先大家看看这堆 就是一些楼盘的宣传单张 能不能找到有什么共通点 发现全部大厦都是发光和亮面的 甚至乎是整个城市跟你一起发光 除了你外场要发光 里面住的人是怎么样 无论做什么都好 一定要穿着礼服 好了 除了里面的人穿礼服之外 那里面的景色是怎么样 大家看看这两幅 发现原来是同一个楼盘 那为什么一个景色可以差那么远 哪一个才是真的 那两幅更加是 你的大厦是比整个区的大厦 为什么可以这样 原来它加了画师预想图 或者这些全部是经过电脑加工的 所以它就可以做一个想要的景色 改名也有一套方法 改名也有一套方法 这里有很多楼盘的名字 又看到有什么共通点呢 我们看到有山 山啊 湾啊 海 半岛 天下 豪门等等的名字 但是它不会用大厦的 虽然它是一座大厦 那根据这个逻辑 这条就不是普通的桥 是一条有活力的桥 这个就不是一个公园 是一个绿化空间 这个也不是普通的大堂 是一个豪华村宿电梯大堂 这一套改名的方法 形容那个地方 也有一套方法 那我们又看到一些 通常会用什么字呢 很多的尊贵 型格 顶尖 殿堂级 甚至乎是世界级的 去形容那个地方 那最后 如何去制造一个 理想的生活空间呢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 示范单位的照片 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画 有英文书 电脑 甚至乎 最厉害的是 每一张床都有盆杯 很厉害 那我其实呢 刚才说的这些手法呢 我就归纳了以下的纪念 而这些呢 也是我做刚才那个 Kingscript的一些方法 那到底制作过程是怎样的呢 那刚才说的 大厦的外场是不可以这样的 那要怎样呢 退地先 变它金变它黄 加点星 有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加多几层布 那呢 又要做一个景色给他 选一张漂亮的照片 不够详细 可以博详去 那这里看着 有些东西不要的 撿走去 看到吗 接着又怎样呢 放你的大厦下去 好了 那里面住的人 刚才看片都看到了 他一定要穿礼服的 那最好呢 anytime 都是拿着一杯红酒的 那怎样由一间这样的房 变成刚才片里面的这间房 就好像刚才说的 示范单位那样 放了很多的道具 有些品味摆设 有些画 红酒等等 改名都很重要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他不可以在大厦 所以他变成半岛了 而这个不是普通的窗 是一个全天候四季大窗 这个也不是盆栽 这个是一个绿化空间 好了 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 一套 经常会看到的用语之后 其实整套的地产预言 就放在这个房间那里 这句很重要 多说一说 记得加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说 这个地产预言 其实是尝试制造一个 对品味或者奢华生活 去追求的这种意识形态 那是否将这一套 整套预言 放在一个板间房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 理想的生活空间呢 如果我们觉得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一个穿米服的人出现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那这些呢 如果我们觉得 这个全天候四季大窗 是一个很夸张的名字的时候 那这个全天候空调四季大道又怎样呢 那如果我们觉得 这间房间 只是用了很多的道具 很多表面去代表品味的一些物件 堆砌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又怎样去阅读呢 用同一种方法做出来的一些示范单位 甚至乎是呢 在天桥凌空的时候呢 会有水晶灯呢 那我其实今天想说的就是 在我们社会里面 我们仍然都见到 有很多人住在这类的生活环境 但是同时也都有一种 这样告诉你生活的说法 那在我们再去反思 什么是生活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停留在这个层面呢 而今天呢 在完的时候呢 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 很短的问题 不过希望大家 快点时间留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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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